有这八个按钮 所以我上一周讲过 如果你回去的话 有把这个练习过 那我想应该就OK了 比如说第一个 怎么样把这个公司丢过来 OK 那第二个的话 把结果丢过来 合格不合格跟多重 那你会发现 跟公司不同的地方 就是说这个结果 是最后 我们已经在VBA判断完的结果 应该还记得吧 陈思盖罗伦 OK对不对 因为以后很多地方 都是由这边衍生出来的 所以如果你连基础的程式 都不太会打的话 那后面你要写复杂的 当然一定会有问题 所以特别注意 这答案其实云端上都有 怎么丢公式 清除 然后合格不合格 跟ABCD 另外最后我有讲的一个就是 层积的什么加颜色 ABCD都不一样 那其中的话 A是换颜色 B的话换底色 C是加框线 不过这个本身已经有框线 所以看不出来 那D的话加初级 这个怎么做 其实都还蛮实用的 工作里面的话 如果你懂得上用这些方法 应该足够了 另外清除的话我有写 再来的话就是说清除框线 最后把框线加上去 最后我有再做一个 就是框线上面的话 要加双线 双线 这两条线 这一条跟这一条 做Double OK 那答案在哪里 其实如果你假设是还不太熟 回去建议可以把影片再看过 再多练习一遍 另外的话 我们的云端白板这边有程式 刚刚讲的所有的东西都在上面 可以找不到对应的答案 OK 那请各位务必要把这些学熟 不是会而已 很多人会 但是打成是打得太慢了 OK 而且很多人会打错 那因为VBA 他没办法允许你打错任何一个字 所以特别注意 除了你要会之外 还要熟练 打打打打打打打 另外的话 还要正确 而且还不允许一点点的错误 所以如果你假设 对这些还是不够熟练的话 我是建议不然就把这个列印下来 我有讲过了 不过这个看个人的需求 如果你真的要把它学会的话 像刚刚丢公式 就是把那一串公式 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因为是一个回圈 所以列号会反复 清楚的话 其实就是动态的丢 OK 这些都是刚刚讲的 所以如果你细节 其实还有一个 方卷 就是 如果我要做的事情是 直接插入那个什么了 插入那个函数 会自动带出来的话 这边有一个什么 成绩函数 成绩多种函数 直接给它一个平均成绩 它会给我ABCD 的结果 OK 其实这就是刚刚讲的这个 在云端上面也有 今天的话 细节部分我想请各位 就是自己再稍微参考 其他有带到就是说 如果你有两个以上的条件 你可以在中间加一个END 就是交期 如果两个以上的话 再插入一个END 再END 一直END下去 OK 你有很多个逻辑 如果你是或的话 就OK 所以特别说要改一下 OK 那以后的话这些会蛮容易见到的 那其他的话改颜色 改那个格式 还有框线部分都在这边用 那今天要讲 那个有关 那个表单的部分 不过请各位要点心理准备 因为要设计表单 难度又比上个礼拜 更加提升 而且还要把以色当资料库来用 OK 其实我发现大部分同学 好像对做表单这些需求还蛮大 而且常常会在网络上 就是有人直接传讯息 跟我讲说他们公司直接就要 他一定要这样做 很多其实都非本科系 像最近有一家蛮大的公司 他们日商公司 冷气最大品牌那家公司 广告最大那个 然后他日文系毕业的 他们根本没学过这个东西 可是突然他主管说 叫他一定要学会这个东西 而且要很快 而且刚好又在东武毕业了 然后直接就 有点像想要逃救兵 不过我刚才想说 这东西 如果我马上跟你讲 你马上会的话 那我们就不用上课了 OK 所以我还是建议说 可以救急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YouTube频道 然后部落格 稍微看一下 不过 如果长远来看 我想你还要花点时间 把这东西学好 OK 所以待会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表单 如何把它当资料 以share当资料库来用 跟我讲一下 这个真的还蛮有点难度的 因为细节太多 你要记得蛮多的 所以不过还好我有录下来 因为细节还是记不太起来的话 回去还是得花一点时间 后面先还给各位 先把上个礼拜的部分 先稍微复习一下 那今天的话再 往前推进吧 那录下来了 所以回去的话 剩下的工作就是大家要花一点时间 再努力一点 不然这种东西真的要把它学会 我看你可能多上个几期也不见得学这个会 OK 重点就是说 你要学了 然后回去要练习 练习之后的话 找机会用在工作上 因为其实这种东西就是会用就很直觉的 OK 但是你如果不常用或者是不去用 说真的你即便你学得再认真 可能也 我是觉得也不太容易真的把它用得很顺畅 这东西其实主要还是除了会之外要熟练 熟练之外要非常的细心 而且它很精确不能错 OK 那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然后把上个礼拜的东西开启 那待会我们来看Excel的表单怎么去做